昨日,艾德正规二集图的收录曲Fade成功逆袭进入麦伦日榜 至此,一张专辑同时有三首歌曲再绑 即主打曲《Suffer Lady》位列麦伦日榜第13位 先行曲Wife位列第14位 收录曲Fade位列第87位 节目前,艾德共计四首歌同时再绑 昆卡尔的依旧强势位列第27位 此次,Fade的逆袭其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因为这首歌的质量极高 本来也是当初主打曲的选择之一 再之后通过艾德的大力宣传 让Fade有了更多曝光度,得以成功出圈 对此,很多粉丝也不禁感叹 好歌不怕玩,艾德真的都很争气 如果Fade作为主打,感觉成绩会更好 确实,乔娟曾表示 Fade就是作为主打曲创作的 并且是在这张专辑制作过程中创作的 后来写Super Lady是为了演唱会开场 像昆卡尔,Townboy是适合大家一起合唱的歌 但不能作为开场 所以,这次要将Super Lady作为开场 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写的 当然,也更是为了贯彻公司 要求的传媒路线 而多方考虑 最后才选Super Lady当主打曲 但不管那首作为主打 只要是好歌,就是永远的必杀季 爱都含舍 美儿姐说最先含鱼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